其實當然我們一開始當選手的時候 也沒有想那麼遠 我第二年就直接接種教練 事實上對我來講 一開始也是有點惶恐 因為畢竟沒有經過很完整的一個教練的訓練 當選手跟當教練 事實上是兩回事 所以我也是 一開始真的是邊走邊學 從一開始當教練的什麼都不怕 到後來什麼都怕 這個就是一路過來的經驗跟經驗跟學習 不可能是我們一個人就可以 這樣子完成這一條旅程 這個過程一定有很多人 為這個球隊貢獻過 不是單單只有我一個人 棒球是一個團體的東西 一個人怎麼可能完成 我們不敢講說我們這個什麼什麼 諸葛啊什麼什麼沒有那麼厲害 但是當然人家這樣稱呼我們 我們當然是謝謝 謝謝 我只要求我做任何事情就是敬意 然後只要你敬意 你能夠做多久就多久 好像每一場球都很拚耶 都想要贏 所以那過程很多很難忘的比賽 但是你說要我現在一一說出來 實在是有點難 不過我可以肯定的講 一定有非常多的球賽 是我很難忘的 我很執著 我從我做事情就是 我做一件事情就是一直做 所以我從我開始打球以後 我就是一直自著在棒球這一方面 那我也非常投入我也很認真 希望說看到這個影片的人 表達我心中的感謝這樣 許總對我來講也是 我很佩服的一個學長 他的紀錄永遠沒有人超越 那是數字超越 那能力是不是超越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還是非常敬重許總 其實我不太care這個數字 老實講716它是一個數字 它是冷冰冰的東西 那這樣講又太過了 就是說 當然這個東西對我來講是一種榮譽 沒有錯 能夠達到716勝是一種榮譽 也不是那麼容易達成 不過我還是關心的是當下 這個球隊現在有沒有贏 在接下來能不能讓我總冠軍 這是我比較在意的 我已經到達了 了 了